剛剛第一個就是先把它從網路上抓下來 那其實抓下來你可以拿這個當範本 修改的話只有修改這個 你的那個什麼呢 這個資料來源 然後另外的話看一下編碼格式 編碼的話如果是BIG5那就950 另外還有一點 因為我蠻擔心一點就是說 因為如果大家都去爬取 我怕他會不疑我們是那個駭客 因為同時連線人數太多 不過目前還好 好像似乎還沒遇到就是說 這個他把我們的IP封鎖 之前好像遇過就是說有那種 因為太多人同時連線 而且連線的那個量實在太大了 所以他有可能主機 會他做一些措施 他為了避免就是說他主機會檔掉 所以他有時候會把我們的連線給block掉 就是說我們把連線斷掉 所以之前假設你 尤其是你那個大量去爬人家的網頁 因為用那個程式爬的話 速度太快了 那速度太快的話 有時候他會 就是會認為說你是爬蟲 那當然現在因為 爬蟲的用的人越來越多 所以就變成說 這個會干擾到主機的運行 比如說有些時候 會讓那個主機運作就是會變慢 別人要連連不上的話 那有可能會被擋掉 OK 所以這個也許會發生 如果被擋掉的話怎麼辦 你可能要換IP位置就可以了 所以有時候你可以用各種方法 反正換IP吧 像如果你是用中華電信的ADS 你可以把那個什麼 你的有個hub把它關掉 重開也可以 或者說你連線 甚至說你還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plasty吧 有點像跳板的方式 反正方法很多啦 你可以換一個IP 那當然就不會被擋 這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那下載資料之後 如果我要會試這個折線圖的話 那折線圖特別注意 可能要一個地方要特別注意 比如說 我假設 我希望每一個 畢別個別化折線圖的話 那特別注意 你要選取的話 可能要個別選取 那當然日期一定要選到 那另外幣別要選到 比如說那個美元對新台幣 我想知道的話 那我們可以怎麼 先選取A跟B 然後Ctrl-C的向下 一起選啦 這兩個籃一起選 選完之後的話 插入什麼呢 插入這個 我們要的那個 這個圖表 所以插入圖 圖表因為這邊剛好 已經有這個折線圖了 有沒有 所以你就選這個 有節點的折線圖 但是你會發現 它出現的部分 有點怪怪的 底下出現的東西 好像不是我們要的 它變成什麼 我會一直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出來的結果 它變成 奇怪 我們應該是什麼 日期是底下的 有沒有 應該是底下的橫軸 是應該日期 然後中軸的話 應該是那個美元 對台幣的匯率 可是它出現為什麼不對呢 那其實主要原因是這樣 各位特別注意 因為折線圖多半就是分析 一段時間 它的那個資料的變化 所以 假如說 你提供給它的 第一個欄位 是日期就沒問題 但是呢 如果不是日期格式的話 那它就會出錯 那你想說老實不對啊 日期這邊不是都日期格式 請各位注意一下 哪邊有錯 日期標準的格式應該怎麼樣 中間要什麼 要有斜線嘛 有沒有 2012 有沒有 這邊不是要斜線 可是喔 如果沒有斜線的話 它會把它當文字喔 或者當數字來看待喔 所以其實喔 這邊看到的話 應該是把它當數字 所以 因為它靠右對期 所以它把這一串 它不把它當 這個 所謂的 日期格式 而是把它當一個數字 所以喔 如果將來你畫折線 你發現奇怪怎麼變這樣的話 那你 大部分原因應該都是 這個日期這一欄 有問題 那怎麼辦 你要修正 那怎麼修正喔 也許我們在那個 這個B欄的地方 再插入一欄好了 那我們修正的部分喔 幾個方法 第一個當然你要把它轉換成 標準日期格式 那怎麼樣轉啊 其實很簡單 只要中間喔 加這個兩個斜線就可以了 你可以用自串 因為自串 放進來只要有斜線 它就幫你轉換 要不然另外一個方法 要不然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插入函數裡面的話 請你找到有一個 日期時間函數 日期時間函數裡面的第一個 第一個是什麼呢 第一個就Date Date Date是做什麼呢 其實就是幫我把 這個日期 把資料轉換為標準的日期格式喔 所以Date 所以第一個喔 那接下來按Date之後的話 日期時間按確定喔 那它會問你三個問題 請問一下你的Ear在哪裡 我的Ear剛好在這個的前四個 然後Mans的話呢 剛好在第五個跟第六個字 Date的話呢 剛好後面兩個字 所以呢 其實喔 我這邊可以用什麼 其實我可以用那個 Letter 前四個的話 用Letter 然後去抓這個資料裡面的什麼呢 前四個字 有沒有 這邊出現2021了 那Mans的話在哪裡 剛好中間 所以中間的話用Mid Mid 然後 刮符的話呢 資料在哪裡 資料在這裡 然後呢 從第幾個字呢 應該是從第五個字吧 OK 年後面 第五 然後取幾個字 取兩個字 有沒有 這11月 然後刮符一下 那Date的話呢 剛好是它的後兩個字 後兩個字的話 我們可以用Right R I G H T 前刮符 然後呢 跟他講 資料在這裡 那你取兩個字 0.2就可以了 好 那這樣的話呢 你會發現喔 它格式化的結果 就會幫我把 這個資料的年 跟月 跟日 分開來 好 特別注意喔 結果你會發現喔 看到的結果 奇怪 你想說 老師不是一個 日期格式嗎 為什麼是 四萬 四千五百零一呢 跟各位講 其實這就對了 為什麼 因為實際上 日期喔 它放在Eshare裡面 就是 跟那個什麼 1900年1月1號 相比較之下 相差幾天的意思 所以啊 它跟這一天比喔 相差 四萬 四千五百零一天 OK 那當然你按確定之後 它偵測到 你是Date喔 所以它 就幫你格式化了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就標準了 所以特別注意啦 這個地方的話 一定要格式化成這樣 你把它向下填滿 底下就OK了 再來的話呢 理論上當然你想說 老師那我這個不要了 可不可以刪掉 當然你現在如果把它刪掉的話 它會出現錯誤了 為什麼 因為它是從那邊抓資料過來 所以如果你假設 要把 A欄拿掉 之前 你不能直接把A刪掉 你想說老師會隱藏 可不可以啦 可是感覺隱藏 就還是多了一個東西在那邊 所以有個方法 你不如怎麼樣 你不如怎麼樣 把B欄的資料 它現在是公司對不對 你可以呢 Ctrl C 向下 然後怎麼樣 Ctrl C C 之後的話 貼上的時候 按右鍵 那貼上記得 用選擇性貼上 貼上的時候 請你貼上什麼 貼上值就可以了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呢 我貼過來之後的話 請你把裡面的資料 幫我蓋過去 蓋過去 蓋過那個 我原來的公式 我只要原來的值就好了 OK 所以你記得喔 複製吧 然後貼上 記得用選擇性貼上 只有值 好 然後呢 日期也帶過來 OK 那這樣的話 把A欄刪掉 好 那再來我們來做一次喔 我們再選A跟B好了 然後 Ctrl C 向下 你這個時候呢 假如我剛剛做的 那個部分錯誤 我們現在再插入一個什麼 插入一個圖表 圖表的話 這邊其實有折線圖 我用這個啦 有節點的折線圖 好了 OK 點下去之後 那你會發現呢 這個資料呢 就OK了 有沒有 它就會 幫我那個 產生我要的 你會發現呢 底下 它就辨識出正確的 底下就是日期了 有沒有 然後呢 這個 重軸部分的話呢 那就會是 美元的匯率了 高高低低的 這樣就OK了 在第一步喔 所以喔 請各位第一個 先把那個 就是原來日期格式 把它變成正正確的標準的日期格式 才有辦法繪之折線圖 這個滿常遇到的 OK 那我剛剛做的 其實這個公式 記得喔 我 就是用什麼 用那個 這個 OK 雲端上也有貼 就是這 基本上 關鍵就是用這個 date函數 格式化 再來就是用 選擇性貼上 只有值 留下什麼 留下正確的 那你們就是在把 這個正確的 那個折線圖 繪製出來 那你想說 繪製出來之後呢 可是將來我希望呢 把它變成 一個VBA程式 做什麼呢 直接幫我繪製到 M 這個 幫我繪製到這邊好了 欸 就是一個什麼 假設一個圖 我希望呢 這個圖 就放這邊好了 畫好 直接放在這邊 那當然不是用人工的喔 你不是說 我畫好然後把它拉過來 然後把它調一下 那你如果每個都要調 匯率每天都要變動 那你每天都要做一遍 那起不浪費時間嗎 而且 如果這個資料量非常龐大的話 那你不是 浪費很多時間在這上面嗎 所以要怎麼樣快速的把它做出來 待會兒跟各位講一下 畫面再還給各位試試看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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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